继续关注前属相拿都斯里纳吉SRC案件的最新审讯消息 今天的审讯因为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宜 针对一码公司案向上诉庭申请禁令而延迟开庭 不过上诉庭今天以纳吉的申请没有任何依据 并指他无权要求主控官出示委认状 而驳回撤换联邦法院前法官哥巴斯里南 成为案件主控官的申请 虽然SRC审讯延迟开庭 但是法庭今天继续传照第30名证人 也就是爱芬银行前经理诺哈雅蒂 他的供词和上个星期上庭共证罗沙亚的供词吻合 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SRC案件进入第14天审讯 审讯原定早上10点开庭 但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宜针对一码公司案 向上诉庭申请禁令而延迟开庭 针对纳吉要求撤换联邦法院前法官 哥巴斯里南成为一码公司案主控官的申请 上诉庭一致裁决驳回要求 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指 由巴黎亚为首的三司是认为纳吉的申请没有任何依据 也无权要求主控官出示委论状而驳回申请 他还表示就算哥巴斯里南没有出示委论状 也将不会影响纳吉获得公平的审判 针对上诉庭的裁决 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宜则指出 其当事人将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回到SRC案件的审讯 沙菲宜在下午休庭前继续盘问案件的第30名证人 也就是爱芬银行的前经理诺哈亚地 他公众史表示 SRC国际公司的子公司Gandina Mandari 在2014年到2015年 汇入4200万令吉到纳吉的银行户头 同一时间又将5000万令吉汇入SRC另一个子公司 Elsan Perdana的账户 2014年12月2号又将800万令吉汇入 Mil Global Resources私人有限公司 而诺哈亚地的公司 和上星期上庭公正的罗沙亚的公司吻合 纳吉在这起案件一共面对三项刑事失信罪 三项洗黑钱罪 以及一项难权罪 NTV7综合报道